欧洲地区进入冬天之后 多个国家的新冠疫情都处于大反弹 那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 踏入11月份之后 全球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 单单欧洲就占超过一半 上个星期 全球新增病例最高的29个国家当中 有27个是来自欧洲地区 其中德国作为欧盟人口最多的国家 但目前只有68%的人口完成疫苗接种 因此正在面临第四波疫情的威胁 昨天德国卫生部长也不再好言相劝了 他就警告德国人 那在这个冬季结束之前 德国民众只会遭遇三种命运 第一种就是你已经打针 你接种疫苗得到保护了 第二就是你在感染新冠肺炎之后 康复过来 而第三则是你会死于新冠肺炎 那另外为了遏止新冠病毒传播 奥地利荷兰已经重新的落实严厉的封城措施 结果遭到当地民众激烈反对 连续好几天上街示威 荷兰一些城市更爆发警民冲突 对此荷兰首相吕特是大力谴责 行为极端的示威者 说他们是白痴的暴徒 荷兰多个城市在过去几天 都上演大大小小的示威 抗议政府收紧防疫措施 有示威者更在街头送火 焚烧摩托 甚至在圆群中燃放烟花 迫使当局派遣大批警力 区赶镇压场面一片混乱 对此荷兰首相吕特是摆出强硬姿态 怒斥这些示威暴徒是白痴的 他们的行径完全不能接受 近路转到疫情 屡创新高的奥地利 踏入封城的第一天 首都维也纳再度陷入一片激进 原本预计会迎来人潮的圣诞市集 也只剩下紧闭的摊子 对于这个格外冷清的佳节前夕 民众无奈表示 政府在防疫工作上反应太慢 错失了控制疫情的黄金时机 目前欧洲多个国家 已经开始实行绿色通行政制度 那只允许那些已经接种疫苗的民众 或者已经拥有抗体的新冠病毒康复者 去享有各种便利 像是出门上班上课 或者外出用餐等等的 然而一些反疫苗人士 却名玩不灵 出尽其招来获得通行证 甚至不惜赌上自己的性命 意大利最近就有反疫苗组织 举办了所谓的新冠派对 广要不想打疫苗的民众群聚 并且和感染病毒的患者 跟他们拥抱亲吻和分享饮料 甚至聚在患者周围 试图要吸入病毒 故意让自己感染 以便在康复之后 符合申请绿色通行证的资格 不必接种疫苗 根据意大利共和国报的报道 新冠派对的出席者当中 还有反对疫苗接种的父母 他们逼孩子参加新冠派对 强迫他们和患者接触 这样孩子在痊愈之后 就能够在不接种疫苗的情况下 获得通行证去上学 但人算不如天算 这场派对已经导致好几位的出席者 感染新冠肺炎必须要入院治疗 甚至有一名55岁的出席者已经死亡 而其中两人也陷入重症 情况非常不乐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